那很多的臭宝呢 说三角梅养的光长之条不开花 其实最重要的点有两个第一个光照 你看我这个棚里面的光照可以吧 有的话说有大棚这个大棚是需要的 我跟你讲 主要光照问题 如果说没有光照三角梅是不开花的 你要是跑到云南云南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品种叫云南紫就是那个紫色花的 你去云南看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会讲 就是一年基本上有200天左右都在有花 因为那边的紫外线也就是光照特别的长也特别的强 明白这个是吗 所以说光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就是品种 也有的品种 你看我们这个他是见花不见夜 明白了吗 所以说品种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点 很多的话有就是这两个点没把握好 有的话说老花一那个品种我怎么选 老花一呢 目前呢也在养三角梅 前面棚里面养了万把了一棵不多啊 但明年可能会更多 但是你一定要盖的什么点呢 老花一给他选的都是琴花的品种 明白了吗 有的个别的三角梅 它就是惰性花 一年嘛 它就开个一两次稀稀拉拉几朵花 明白了吗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第三个事呢 就是温度这个事的 如果说温度很低 三角梅是怕冻的 它的跃动能力很有限 你看在我们山东地区 前两天都零下19度了 你敢信 今年应该是我 最近几年感觉最冷的一年了 都零下19度了 我们这个棚里面呢 都已经上上加温设备了 你看那个像破老虎一样 那是柴油的加温 有话说老花一你为什么不用电呢 为什么不用水呢 我也想用 因为这个棚呢是老花一租的 这个包括它那个变压器就电不够用 第二个是水不够用 水源的那种热泼呢 要从地下抽水 所以是温度 好吧 就是光照品种温度 第三个事呢 如果说你们养的三角梅啊 过分的枝条长得特别长 你适当的修剪一下 你就打个比方说吧 就像这个枝条长得过分长了 你可以减掉 就这样掐头也行 减掉也行 如果说以枝条过分长的 它营养就输送不上来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点 好吧 主要是这几个事 别的也没什么 关于肥料呢 大家选通用型的就ok了 老花一也有卖通用的配方图 方方面面的 其实这个点 你没把握住了 别的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光照品种 温度别太低 适当的修剪 会更爱开花 肥料选通用型就行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哈 对了 最后一个点就是略微略微的空空水 就是略干一点 它爱开花 明白吗 略干一点哈 不是说让你焊过头 有的话我看了叶子都掉没了 略干一点 光照温度修剪 品种 控水 这几个点 如果不错 就点按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营养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白了车波 嗨 嘿嘿 嘿嘿